给大家讲三个动作 睡前要经常做 对节节的恢复是有利的 我们中医看来 甲钻蟹节节 肺节节或者乳蟹节节等等 大肚与干气不舒 气质血液关系密切 那么我们利用睡觉前的几分钟 可以做以下三个动作 第一是推中蛋中学 它的位置是在两乳头连接的终点 像这样用掌根由上往下推揉 到肚脐以下以横掌的位置 反复来数次 这样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起到宽胸节育的作用 有助于人体气急的正常升降 第二个动作是拍打两个液窝 在液窝顶点有个鸡雀穴 可以宽胸理气通筋活络 第三个动作就是扩胸运动 这样可以消理干气 如果节友们平常有干气不舒 性格的忧虑 激躁易怒的表现 可以坚持在睡前练习一下 希望这种视频 可以给节友们带来帮助